近期ETF00940掀起一波募集 申購熱潮 五天銷售金額 就達到了一千七百億 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外界憂心 臺股ETF集中度過高 可能影響市場 軍管會主委黃天目表示 目前尚未出現過度集中情況 不過已經請周邊的單位 要研議建立管理的機制 至於網紅 誇大行銷亂象 六月前會完成廣告自律規範 原大臺灣價值高息ETF00940 因為申購一張只要一萬元 加上主打月月配息 在上週掀起全民搶購潮 甚至出現解定存借信貸 也要買的現象 引發外界擔憂是否市場過熱 上午金管會主委黃天目 在立院表示 全民封ETF主要有三個原因 黃天目表示目前國內48黨臺股ETF持有的股票市值佔整體臺股市值百分之二點三八 成交量約佔百分之一 如果加上臺股基金佔整體臺股市值才百分之三左右 從整體角度來看 現階段ETF資金不至於過度影響臺股市場 金管會目前針對投信在ETF的募資不會限制上限 但從金檢及所收到的檢舉都有發現 投信公司和網紅有透過商業合作 置入性行銷影響到投資人決策 黃天目表示從實際的報表來看 ETF成分股很分散 目前還在能夠被管理的範圍之內 但隨著臺股ETF規模逐步擴大 為了尋求市場長遠健全發展 已經請周邊單位研議建立整體市場管理機制 記者物由於烏交保台會報導 記者物由於烏交保台會報導